今天有流傳一段新北市消防局流出的陰檔 這個同仁已經自首了 那市府這邊會怎麼處理 新北市在這兩年 疫情都是全國的重中之重 為了防疫 我們第一線的醫護 警消所有同仁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讓疫情還有不斷的紓緩 但是目前的疫情 仍然在接觸挑戰當中 有人刻意借特定的事件 公布了我們醫護同仁的電話分機 騷擾了我們所有的工作 影響了我們及時可以聯繫救護 甚至把橫向跟醫院消防同仁的錄音檔 來公布 造成我們第一線同仁的困擾跟傷害 這種行為是不可取得 現階段新北市 仍然在防疫要接受挑戰的最重要時刻 請大家一定要給我們第一線最辛苦的醫護 消防警察所有的工作夥伴加油打氣 我們一定要把疫情守好做好 這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所有的第一線醫護小陽同仁加油 不要被打倒 努力加油好好做事